第四十题 暑假某日下午小芬看到天空中的闪电后立即即时 经过四秒后听到雷声传来 闪电与雷声同时在天空中相同位置产生 已知天空气中的光速与声速分别为每秒30万公里与每秒340公尺 则天空中闪电位置与小芬的距离约为多少 因为光速非常的快我们就当做他立刻到达不需要花任何时间 所以这个四秒的时间差全部都是因为声音要跑过来要花的 我们知道速度呢就是距离呢去除以时间 所以距离就是速度去乘以时间 我们知道我们的声音每秒钟走340公尺 所以他花了四秒钟所以就走了340乘以4这么长的距离 也就是所谓的闪电雷声发生的位置与小芬的距离 因此第四十题问我们说 则天空中的闪电位置与小芬的距离约为多少 我们答案选的是A 340公尺乘以4